台南安平区在昨天傍晚6点多 有一辆资源回收车压缩箱里的物品 不明原因而起火了 清雲人员赶紧开到消防局求助 把燃烧的垃圾一一倒出来 结果大量的火蛇瞬间狂窜 引起了不少民众的围观 还好火势大约10分钟之后就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人员出判可能是民众 并没有落实资源回收 把电器或是电池类的物品 也一起丢进车里 经过挤压 结果导致引燃 马路边一辆资售车 后车斗内窜出火蛇 伴随阵阵浓烟 没想到还不时传出爆炸声 换个角度看 资售车后车斗打开 把燃烧垃圾一一倒在路上 形成一片火海 又是爆炸又是路边起火 惊悚一幕就怕被波及 路过驾驶吓得进退两难 很可怕耶 超可怕 那你赶快开走啦 一方消防人员见状赶紧拉水线降火灭温 事发在一号傍晚六点多 潭南安平区北安路 一台自售车压缩箱内的物品 不明也因一起火 轻运人员赶紧开到附近消防局求救 好在火势大约十分钟就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现场的火势大概就是 比较普通的火灾燃烧类型 但是在抢救过程中 有听到一些小爆炸的声音啊 推判应该是锂电池之类的 民众应该将锂电池 或含锂电池的电器 单独分开 交由自受人员回收 除了电池类 高压罐瓦斯罐这一类的物品 用完都得交给清云人员 千万别贸然丢进垃圾车 或是自收车 避免造成类似意外 记者黄富奇谈来报导